据央视4月16日报道 在日本正式决定将核废水排海洋之后 韩国民众对于日本海鲜产品的排斥情绪立即高涨起来 销售水产品的韩国商户也难掩愤怒之情 一些从业多年的老商户表示 每当出现与日本核废水相关的新闻报道 很多顾客就会立刻拒绝购买日本水产品 这次也不例外 但此次顾客减少的情况要比想象中的严重许多 韩国的各大水产品零售商则表示 自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 他们就不再销售日本产的海鲜产品 现在和未来也会如此 尽管如此为确保顾客了解这一点 还是有许多超市贴出了告示 强调超市里没有任何来自日本的海鲜 水产区全部是韩国产 或是从日本以外的国家进口的水产品 此外一些有条件的大型水产品市场 还增加了放射性物质的检测频率 以确保水产品安全 此外韩国有25个水产团体 14日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日本排放核废水入海的决定 说这是威胁韩国乃至全世界水产业的 不负责任的行为 4月15日 中国商务部也发表声明称将密切跟踪 事态发展 认真评估福岛核废水可能对中国市场相关食品 及农水产品安全和贸易造成的严重威胁 保障中国消费者安全